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8集 攀子都被派出所收缴 现在也顾不上还给夏小兰他们 三人空着手回到余奶奶家 在路上 夏小兰就把事情给讲明白了 谁也没料到和丁爱珍的一点点疙瘩 正会演化成如此大的矛盾 如果康伟他们不是恰逢其会 那几个联防队员是恫吓夏小兰一番 还是真的要把他搞成投机倒把的坏分子 夏小兰偏向后者 起码他们提早安排了证人 故意来买衣服 又把衣服扯坏 到时候要怎么收拾夏小兰 就看夏小兰舍不舍得出血 或者说 他能不能低头弯腰到 让朱家满意 静可供退可守 哪知却有康伟他们的变数 康伟他们搅进是非中 把那几个联防队员狠狠打了一顿 这下子对方就咬死不放 完全对夏小兰发动攻击 如果不是康伟他们有人保 这次大家都要狠狠掉一层皮呀 刘勇听完事情经过 心情很复杂 他之前不赞成夏小兰和周成处对象 其实周成三番两次帮助他们一家 这次是康伟出面 却也是看在周成的面子上吧 刘勇今天处处碰壁 对某些事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夏小兰聪明能干 却因为太漂亮 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麻烦找上门 明明和朱放没啥关系 朱放家里面就做出这些可笑 却狠毒的报复 单靠他们一个乡下家庭 能在以后保护好夏小兰吗 除非把他藏起来 早早把他嫁出去 让他在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辛苦劳作中损了颜色 可能就不会有男人寄予 可是凭啥呀 不拖不强的 我外甥女凭啥不能活得堂堂正正啊 要向别人不敢轻易招惹 就得自己厉害 现在能靠周成的关系 万一小兰又不想和他好了呢 刘勇嘴里说 多亏了康伟 到底是憋了一口气在心头 想出人头地的想法 从来没有这么强烈 刘勇的胆子只有老鼠大 三个人都约好了 把这件事瞒下来 刘勇走之前 悄悄告诉夏小兰 郑中福的举报信息好了 夏小兰点头 明天再说 他估计顶多到晚上 康伟肯定要来找他的 刘勇还奇怪 康伟都找到家里来了 我说你们在二七路摆摊 他没找到你 他还包了很多饺子 要给康伟吃呢 夏小兰撒谎也是不眨眼 他有点事 忙完了才会来 妈 您还包了饺子 我们两个也吃不完 分点给舅舅拿去煮吧 舅妈李峰没吓得够呛 今晚哪有心思做饭 带点饺子回去 随便吃两口吧 侯秘书也在给少光荣押惊 康伟心里急得要死 还是得乖乖谢谢 邵大伯的关心 邵大伯开完会 才听侯秘书说 邵光荣和康伟 是刚从派出所领回来的 侯秘书三言两语 把事情讲了 邵大伯一点也没觉得荒谬 他在阶层工作过 流氓地痞和市井刁民 哪个没见过 这样张狂的联防队员 不在少数 邵大伯倒不是全是因为 对方差点在一个流氓罪 给亲侄子才生气 邵光荣是他侯秘书会去捞人 要是今天被抓的是普通群众 岂不是几个联防队员 想怎么整治就怎么整治 夏小兰和周成的关系 邵大伯不知道 但康伟要建议勇为 那这个体货就顺便要绑下来 只有夏小兰无罪 康伟和邵光荣的行为 才是见义勇为 而不是姿势斗殴 这点是 邵大伯根本不会多花心思 他都交给侯秘书处理 康伟还不晓得 有朱家在背后搞事 他和夏小兰来不及交流情况 只当是遇到了 和那次在安庆县相同的情况 不过 安庆县那三个流氓是直接拦人 商都市这几个联防队员 还得顾忌点 使了手段遮掩丑陋的面目 康伟很生气 欺负程子哥在部队请不到假 一个个都寄予程子哥媳妇 阳城那边还有啥地痞头子 康伟和邵光荣晚上就准备 住在市委招待所 侯秘书忙着处理这件事 康伟带着厚脸皮的邵光荣 就摸到了于奶奶家 司机老肖被侯秘书给批评了 领导倒是没说过他 依旧让他跟着两人 夏小兰再三向康伟和邵光荣道谢 对康伟感慨 康伟 你这是救了我两次 康伟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夏小兰把朱家的事一讲 康伟就要变成喷火龙了 邵光荣也低声骂了句 我靠 真是会玩啊 我也是传说中的高干子弟 他也没说乔上哪个姑娘 女方不同意 家里就用权势打击包袱的呀 别说家里面动手 就连他自己有这种想法 只怕也要被家里人敲断腿 邵家的毒淼淼和宝贝疙瘩算啥呀 要让邵家丢人 邵光荣就会变成垃圾堆里捡来的小可怜 老女人哪里来的自信 我承责不比他儿子好一百百 康伟也庆幸自己赶得巧 扣着不办营业执照都是小事 幸好夏小兰本人没出事 又听夏小兰说有啥举报信 康伟黑黑笑 那可就有好戏看了 派出所真的要审 连凶悍的恶性罪犯的心理防线都能突破 别说一个讹人的市警小民 卓卫平被重新派来负责这件案子 在他一环扣一环的审问下 那个说夏小兰卖的衣服质量有问题的女人 先招了 他是联防队郭浩的大姨 也不是郭浩知识的 事情都是郭浩的爸爸策划的 郭浩大姨也不懂 为啥要碰瓷一个小个体户 反正她就是听妹夫的话 谁叫妹夫有本事呢 一个联防队的队长 干嘛和夏小兰顾不去呢 郭队长是朱承春的表兄弟 郭队长这联防队的职务 也多亏了朱承春帮忙 郭队长不太仗义 察觉到这次踢到铁板 毫不犹豫就把表哥表嫂 给卖得干干净净 他也没蠢到家 只说是表嫂 请他教训下夏小兰 闹着玩的 都是闹着玩 那小的他们把联防队的人 全打伤了 公安同志 这时双方都有错 我不要他们赔医药费了 卓卫平觉得 郭队长太天真 所里那个替郭队长办事的老同志 被扣起来了 事情才不会如此简单结束呢 是什么事情才能赔医药费呢 是什么事情才能赔医药费呢 是什么事情才能赔医药费呢